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者 顶礼传承大人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已经见闻得所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 龙猛菩萨所讲的中观根本会论 这个中观根本会论 现在我们讲二十三品 也就是说是颠倒品 颠倒品从大的科判上分 一粒广缩和教证终结 一粒广缩当中破烦恼和破壁指能力分两个方面 破烦恼的话 拱破烦恼与别破烦恼分两个方面 拱破烦恼就是中破散度和别破散度分两个方面 然后中破散度我们前面已经讲完了 现在是别破散度 别破散度也分中破贪嗔和别破愚痴 就是别破愚痴 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别破贪嗔 昨天从两个方面来已经讲完了 也就是说他的因法清不清净和 还依此而破他的过法 就是分两个方面来已经讲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讲别破愚痴 别破愚痴也是分两个方面 破颠倒之经 破颠倒的经和以破成立之果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破颠倒之经也是分两个方面 破颠倒和非颠倒 破颠倒非颠倒之差别 破执着菩提切乐者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破颠倒和非颠倒差别 第二个破菩提切乐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破颠倒 破颠倒以非颠倒之差别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外境成不成相同和执着不成立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外境成不成立相同 分两个方面 也是分两个方面 常有等等 常等颠倒不成立 无常等非颠倒不成立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 常等颠倒不成立 就是讲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课盘上也是知道 外境成不成立 外境成立和不成立方面相同的 主要大的科班上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现在我们平时认为常有是颠倒的 无常是非颠倒的 这是我们学《中观四百论》的时候也是 下面就是常和乐 还有清净和卧制 这三种认为是颠倒的 然后是无常 无恶 还有不清净 也就是说不清净 这些认为是非颠倒 我们平时的名言当中这样认为的 但是在这里 一并破掉 全部 常和不转 全部要破 主要这里的种子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我们刚才所讲的 科班当中的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常等颠倒也是不成立的 这个怎么不成立呢 在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若无常诸常 实则名颠倒 空中无无常 何处有常到 他这里就是说 无常执着为常有 这个人们都认为是颠倒的 我们平时在名言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确实 凡是对佛教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 都知道是常乐无尽 常乐无尽认为是颠倒的 这就是我们分别念 比如说把柱子认为是常有的 从来没有写过无上法门的人 昨天的柱子 今天的柱子 这样认为的 本来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 昨天所讲的一样 三道痛苦是不利的 但是人们认为有些无垠的感受 是认为安乐的 还有所谓的我和法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但人们认为我法是存在的 然后所有我们的身体 这些不清净的 三十三种不清无构成的 可是人们都认为 反而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干净的 别人的身体也是非常干净的 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 我们从名言的角度来觉得的时候 就像《总观四百论》的 前四品里面所讲的一样 所谓的常的执著 所谓的实有的执著 有我的执著 还有清净的执著 这些完全是一种颠倒 我们平时也是讲吧 《常乐我经》是四种颠倒 这是很多经典和论典当中 都讲得非常清楚的 那么他这里其他的《乐》和《常乐我经》 后面的三个他没有说 只是把作众的破 无常方面破的 后面我们颂词里面不明显 但是在讲义里面 尤其是月圣论师 宗喀巴大师 还有麦彭伦伯奇的后面 讲义当中也许可以以此类特的推理法 那么这样的话 首先大家应该明白 所谓的昨天已经讲了 生贪心和慈心的对境 主要是清净可爱和不清净可恶 这两个来产生的 那么昨天我们从因方面 果方面 它的本体方面 都已经详细地观察了 观察以后大家应该知道 所谓的贪嗔 也是人们的执著而已 实际上不成内 这个问题应该身心不意 那么今天讲所谓的痴心 平时我们没有闻思国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没有闻思宗观 也没有闻思巨石论 大家都认为贪嗔痴 贪心和诚心都是比较好懂 但所谓的痴心到底是什么样呢 是不是我特别特别睡懒觉 喜欢睡懒觉 这个是不是痴心呢 很多人把所谓的痴心的概念 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他这里所谓的痴心的对境 然后他痴心自己的本体 都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从明言的角度来讲 所谓的痴心 也就是说是长乐我经的执著 这是我们明言当中的 完全是一种颠倒执著 这就是所谓的无名愚痴 可以这样说 但是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那么无常的执著 空的执著 还有清净的执著 这些执著也是愚痴 也是一定要破掉 所以我们以前主要是 执著名言为主的 尤其是英明学 或者一些名言的文学当中 主要执著 长乐我经 执著为空性不存在 这样到了这个就已经可以了 到了这里都已经可以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执著 中观音生佩的究竟观点 这个时候把不仅是长乐我经 全部一定要破掉 而且是无常 无恶 还有空性 还有什么呢 就是不仅这四种非颠倒 人们经常认为 所谓非颠倒的这四种执著 也是要破掉 主要我们在今天 所学的内容当中讲的是这个 所以我希望 中观根本会论确实是 我们要以理证的方式来 抉择释迦牟尼佛的究竟观点 尤其是第二转法论的 究竟观点要抉择 你一定要通达 中观根本会论 如果中观根本会论的 这种理证方法没有通达 那么只不过口头上说是万法皆空 舍不予空 空不予死而已 实际上真正的 中观波罗蜜多的究竟含义 也可以说以理性的智慧 来自相续当中 生起非常稳固的定解 这是非常困难的 历代祖师们对中观的闻思 特别重视的 华智仁波切也是在一些教言里面这样讲的 有些修行教言当中 他是怎么说的呢 首先我们最初的人 一定要抛弃世间 然后自相续当中 生起来出离心 过了以后 依靠《入菩萨行论》等等 一些大乘的修行法门来 自相续当中生起来菩提心 中观根本会论为主的一些 中观的法门一定要抉择 抉择完了以后 弥勒无论 像弥勒菩萨所造的 宝行论等等 解释释迦牟尼佛第三传法论的 一些了义论典进行闻思 然后释迦牟尼佛的二传和三传法论融入融会议题 也可以说融会关通地去修行 那么这就是真正的制止 什么叫做真正的制止呢 首先这一点就是我们真正的所谓道次第 大家还是应该 不管是别人吹得天花乱醉 怎么样讲也是实际上有时候有些是有意义的 有些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来讲 首先是我们要看破世界 这个很重要的 自相续当中一定要希求解脱的 不是什么我们学乎是别的目的 就像现在的一些七公师 有些瑜伽师 有些活佛上师 他们所提倡的那样 为了治病 为了发财 这些表面上看了 好像多么有道理的还是实人应用 多么方便的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究竟的所求 一定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依靠《入菩萨行论》等等 以修行法门来自相续当中真正生起了一个利益众生的 我获得佛果或者我今天这个学法 不是什么为我自己的目的 如果我为自己而获得寂灭的话 修一个阿罗汉的法也可以的 但是不是这个 大乘佛法的不公特点就是要利益众生 所以自相续当中要生起菩提心 光是生起菩提心和出离心就不行的 就像宗喀巴大师确实是 宗喀巴大师将八万四千法门 全部轨迹一个善主妖道论来宣说 这个我们表面上看来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课堂上再三地说过 我们表面上看来好像三处妖道论 可能是有十几个颂词 这个都是我们随便 任何一个人一眨眼的时候 随便可以写出来 表面上认为 不要说宗喀巴大师那么著名的大德 像我们三处妖道论的我都可以写得出来 但可能我们会写那么多 实际上那么深的真正八万四千法门的积极精华 这样写不出来 所以刚才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 就是无二慧 那么这个无二智慧要生起来的话 有点困难一定要先抉择 解释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论 教义的根本慧论要闻思 然后仅仅抉择空性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还不能解决问题 光是从空性方面来讲应该中观路论来抉择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如来藏在任何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如何成立的 这一点万好无损的在每一个相续当中是如何存在的 这个道理要进行论证的话 一定要依靠弥勒五论等等 依靠这些论典来自相续当中一定要生起定解 我们闻思的时候应该第二转和三转不矛盾 像结合的方式来修行 这个作为显宗来讲最殊胜的 最殊胜的窍诀大家一定要在这样的基础上修 这个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讲 我刚才只不过可能里面意思就是说 现在《中观根本慧论》当中 因为《中观根本慧论》的利特别尖锐 它就像锋利的宝剑一样 不管是遇到任何一个法 任何一个执着 全部是摧毁的 都全部摧毁的 昨天我们讲生贪心和生嗔恨心 从理论上面来讲 我想是真正所谓的贪心和嗔心的来源也没有 他的因也没有 果也没有 本体也没有 怎么样想的话 一个众生可能说不出来 现在嗔恨心确实存在的 如何如何 贪心确实存在 他的理由 任何一个再聪明的人 也是可能拒不出来 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今天开始抉择痴心 抉择所谓的愚痴也是 实际上我们在名言当中 确实众生有愚痴 这种愚痴地地取取也是不能否认的 一定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用《中观的力》 来进行抉择的时候 所谓的愚痴也是效益发芽 最后也是无中无因 根本得不到他的一点重因 下面讲愚痴 刚才我们说了 若愚无常执着常 使命颠倒 我们平时把无常的东西执着为常有 人们都认为这是颠倒 但实际上 空中无无常 在抉择生意地的空性当中 所谓的无常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无常也是不存在的 何处有常到 何况所谓的常的颠倒更不用说了 人们认为执着常是一种颠倒 然后无常的执着应该是真正的符合真理的 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我们前面大家都知道 世俗当中 比如说瓶子 珠子 包括饮名当中也是一切有为法无常的 然后他是所作过 犹如瓶子等等 以无常的自性因 在我们讲饮名的时候 一般因有一个叫做能力因和娑婆因 能力因当中就讲自性因和果因 不过自性因当中万法抉择为无常的时候 一切诸法无常 因为他是所作过 犹如瓶子 以这种推理方式来抉择 那么这样认为抉择无常的执着 应该是不颠倒的 然后比如说外道认为大智在天是存在的 它是常有的缘故 就是大智在天是常有 它是存在的缘故 就是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认为它的这种推理方法 应该是颠倒的 在名言当中的音名里面 包括食量论和料理宝宗论当中都有这样的 颠倒和非颠倒的话 万法自作就是一种持作为常有颠倒 万法自作为无常的话 这就是一种非颠倒 这样认为的 但我们在这里真正抉择的时候 你刚才说万法无常 万法无常之作为是常有 这就是一种颠倒 但实际上在最后抉择生意地的时候 在抉择空性 抉择空性的时候 你刚才所谓的无常 所谓的无常存不存在呢 你说柱子的常有不存在的话 柱子的无常也是不存在的 不管是柱子它本体上的插纳心的无常 它有没有一个石油的本性呢 这个也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用心来制作柱子无常的 这个肯定是无常的 我制作的无常的话 当时我产生有一种无常的分别念 我认为这样的分别念是正确的 但实际上柱子它的本体都不成立的 然后我的制作也是根本上是不成立的 如果不成立的话 我制作无常的念头 实际上也是在观察生意地的时候不成立 这样的话 何处有长道 那这样的话 大家哪里有在这个世界上 哪里有一个常有的颠岛呢 常有的颠岛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人们都认为 常有的颠岛制作 常有的颠岛制作不能有 外道有常有的颠岛制作 我们佛教有无常的非颠岛制作 认为这两个实有的 这样认为的 实际上无常在生意当中是不存在的话 哪里有一个常有的颠岛 最后抉择的时候 所谓的常有也根本不可能成立 如果常有也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话 那么依靠常有而产生的无名 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无名颠岛 这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因此在有些颠岛的佛经当中 释迦牟尼佛也说了 无名的本体不成立的 无名本体不成立的话 在《限聚论》当中也引用了这样的教证 佛告诉文书 所谓的无名就是解脱 无名即解脱 即是解脱的意思 无名即解脱 古名为无名 为什么叫无名呢 无名就是解脱 所以叫做无名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理解不了 因为大乘经典的有些教义 它有些是世相的角度来讲的 我们说解脱就是无名的话 可能显宗有些人认为这是有点不好接受的 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写《色大无名佛学院》的时候 他们认为是无名愚痴的无名 所以《限聚论》当中也有这样的教证 偈颂的 无名因缘生 何有众无有 无名是因和缘而产生的 无名因缘生 何有众无有 怎么会有呢 始终是没有的意思 何有众无有 无名若无有 果我所无名 如名是无有 世间的事 无名是无有 果我所无名 刚才无名是因缘生的 何有众无有 无名是无有 无名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意思 无名是无有 果我所无名 所以我说的无名 所以佛陀说 所谓的无名 刚才我们颠倒的因不存在 如果颠倒的因不存在的话 那么以颠倒而产生的无名在这个世界上 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呢 我们刚才是以 长作为颠倒来这样讲的 那么其他的 长乐我精 还有乐和我和精 这三种的话 把这个颂词可以改变 原来我们这里 若欲无常之常 实则名颠倒 如果我们把另一个空性的话 欲苦之为乐 生命为颠倒 然后空中无无常 何处有常道 然后我们说 空中无有苦 何处有苦道 这样 空还有乐 卧 卧 这方面 这里面只讲了长 长和无常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把精和乐和卧 这四种全部以这样来类推的话 实际上如果是 长作为颠倒的执着 那么这个无常就是怎么成立 无常如果不成立的话 所谓的长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如果是哭作为不是颠倒 乐作为颠倒的话 那么哭不成立 哭不成立的话 哭的这种颠倒执着怎么成立 那么我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自作为是有 我自作为是有的话 我是不是正立 我是不是非颠倒 我也不是颠倒的话 我在空性当中不存在的话 那所谓的我的颠倒怎么成立啊 所以在这里 刚才我这个科判当中 长等颠倒不成立 他这里颠倒不成立 那么下面科判当中 无常等非颠倒不成立 无常等非颠倒不成立 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呢 自无常为常即是为颠倒 空中无无常 何有非颠倒 从字面上大家应该清楚 因为无常只为常有 刚才跟前面的颂词 前面三个颂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后面的颠倒和非颠倒之间的差别 这个推理的方式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你没有详细看的话 好像全部是不是推论一样的 就有这种感觉 尤其是我们有些人的智慧 比较怎么说啊 还是周末光华在表面上已经画下去了 那这样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 唱啊无常 乐啊不乐 都是乐不乐 都是一样的 唱不唱 都是一样的 这样都好像没有什么多大 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怎么说呢 因为以无常执着为常即是颠倒 这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无常执着为常有 就是柱子本来是无常的 把它执着为常有 人们都认为这是颠倒的 当然这是我们学佛的团体当中 把它按理为是颠倒的 不然没有学佛的人 我们把无常执着为常有 他认为这是非颠倒 世间上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吧 柱子就是常有的 然后本来无常的东西执着为常有的话 他觉得这个就是真相 你看他把柱子的真相 真正已经抓到了 昨天的柱子今天也 今天的柱子明天也 这就是常有的 他们很多人认为这个是非颠倒 然后本来不经的东西 认为是清净的 这个就是非颠倒 他们世间人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学佛的 基本上是懂得一些佛教名言的这些人 无常执着为常有颠倒的 不清净执着为清净颠倒的 我执着为有我 这就是颠倒的这样认为 然后空中无无常 如果在我们生意当中进一步抉择 进一步抉择的时候 在空性当中没有无常 那么没有无常的话 怎么会是有非颠倒呢 非颠倒刚才那个无常的执着 空性的执着 还有什么呢 我的执着 不清净的执着 那么这些在生意当中都是一丝同仁 都没有什么差别 麦彭仁波切那个讲义当中也讲了 当我们读的时候也可以知道 大概意思就是说 在生意当中一切都是无有自信的 然后在世相当中 常有和无常都没有任何差别 常和不常 符不符合对实际的 世相的角度来讲 世好的差别也是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无常 在生意当中不存在的 那么同样的常有也是不存在的 如果害的话 两个都有害的 所以在名言当中可能有一点点 它们的地位有一点差别 你看说是无常的话 这是符合实际道理的 然后说常有的话 那就是叉啦叉啦心的 怎么会是常有呢 但是我们晚反 只不过只是名言当中觉得的时候 应该可以这样分开 颠倒和不颠倒 在名言当中可以这样分开的 然后真正的生意当中 万法具体为空性的 尤其是佛陀的空性境界当中 一切都是细论的 常有 不常 常不常儿子等等 全部都是一种细论的 在这种境界面前 所谓的常和不常都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平时认为是所谓的无常 尤其中观四百论学习的时候 认为制作无常 当然我们中观四百论前面的八品 全部是讲名言的修法 世俗当中的修法 这里面不可能要觉着特别深的 一些深一地的境界 然后中观四百论后面 全部是讲深一地的修法 这个时候 所谓的前面的无常 所谓的无我 这些制作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来 全部已经加以破斥的 尤其是我们去年 学习了如中论和中观四百论 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讲 应该是收获非常大的 希望你们以后 这样的机会很难说 有些人以后不知道 在哪里哪个环境也不知道 但是在这个时候 希望你以前学过的 比如说四百论 这些以前背过的 以前学过的 千万不要忘了 忘了的话实际上 当然我们相续当中 种下善根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但除了这个以外 在自己实际运用当中 有时候是赔不上的 所以有些中观的真理比较深 以前我们在相续当中 串习得比较少 经常没有看 经常没有联系的话 去年可能你考试 各方面学得特别清楚 但是现在再过一两年 三年以后可能忘了 有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时候稍微恢复一下 不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我一名的话 现在是哪天也说了 可能将近有十几年来 因为我以前在赞文上上课的时候也讲了几次 后来一直没有机会 翻译其他这样那样的 但现在一看的时候 一方面 以前闻思和以前没有闻思是完全不同的 好多都是有一种 怎么说呢 也有新鲜 也不新鲜的一种感觉 当时觉得好像特别烂的 但现在一看的话 可能人老老还是有些经典方面 可能有点丰富 或者怎么样 当时觉得这种推理特别烂的话 现在一看都是 依然特别容易 觉得自己晚年的时候也是 在年轻的时候 从文思国的论典看了以后 确实也容易懂 像这样 我有时候觉得可惜 在很多年都是没有这个 原来我们好像《量力宝藏论》 但是在颂词上给大家可能 大概是九七年 还是九八年 这个时候大概讲过一次 除此以外 一直没有讲 但我想我们总观四百论 这些有些道理确实非常深的 一下子你全部要懂得非常困难的 但逐渐逐渐在自己的一辈子当中 把方向不要今天转到这边上面 明天转到这边上面 这样可能不一定有很大的俗话 今天一直上师 然后学什么炸弄 气功 学了半年以后 不行不行 我还想这样学得不好 我明天应该到那里去 求个十轮金刚 然后十轮金刚的无敌瑜伽 修三十三天 然后不行 不行 这样也不好 应该到什么什么那里去 求个密集金刚 密集金刚也是学几天 不行 应该求大圆满的这个 不行 求这个 这样一直换了换取的话 有时候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自己该闻思的 一辈子当中已经定下来了 定下来了以后 在这个上面一定是得利的 这样我们刚才说 《中观四百论》的观点 这个无常是非颠倒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现在在这里举止的时候 所谓的常和无常 在最后十项利息当中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差别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所谓的 常有的执着当然是非力的 那么无上的执着也同样是非力 因此在空行当中没有无常 怎么会有非颠倒呢 所谓的非颠倒 这是我们也知道 这是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我执着无常 我们从名言当中 符合十极道理 可以说 确实是主子一刹那行 刹那行 无常的 他在生的一刹那 第二刹那的时候一定是毁灭的 这个问题肯定很容易的 但是在生意当中 他无常的这种本性也是找不到的 我去制作无常的非颠倒的意识 也是找不到的 这样的话对境也找不到 然后有境内也是找不到 再这样的话 不符合十极道理 所以最后 非道也是不成立的意思 然后下面 刚才我们科判当中的第一个 对境相同 这个已经讲完了 执着不成立 下面第二个问题 刚才那个执着不成立 那么执着不成立呢 可诸 诸者诸 即所永诸法 世界寂灭相 十国无有诸 那么下面 我们刚才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 所谓的颠倒也不成立的 所谓的非颠倒也不成立的 但是执着颠倒和非颠倒的 这样的执着的心 执着应该是成立吧 对方可以提出来这个问题吧 比如说 我们刚才无常的这种东西不成立的 这是本来非颠倒 这个也不成立的 这个我们现在前面的例证已经讲完了 我刚才可能忘了 你们这个可以以此类退 刚才那个不是无常非颠倒吗 无常非颠倒不成立一样的话 无我非颠倒和空心非颠倒 还有痛苦的制作非颠倒 这些三个颠倒都不成立的道理也可以以此类退 刚才破颠倒的时候以此类退 那样非颠倒也同样的 破非颠倒的时候也可以以此类退 第二个问题刚才制作不成立 对方认为所谓的颠倒和非颠倒都可能不成立的 但是我们去制作它应该是成立的 如果制作它成立的话 那么颠倒非颠倒也是实际上成立吧 比如说 我今天制作为主子是常有的 这是我在制作 所以这个制作应该是成立的 然后我制作这个主子是无常的 这个也是我的一种制作 不管它是颠倒非颠倒 那个制作的本体应该成立吧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我们下面所谓的制作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你这个到底制作是什么 他这里说可制 制作他自己的本体 比如说我们心 驱这个主子驱 不管是现代还是 也就是说心里面驱这个制作是常有无常的制作 他自己的本体不成立的 然后这个制作者 制作者的心 或者菩提切勒就是我 这个也是不成立的 还有制作的方式 后面的制作是制作的方式 我把制作的时候 这个红色的主子 这个白色的主子 或者东方的主子 南方的主子 或者过去的主子 现在的主子用时间 地点 它的形象等等所差别出来的制作 制作的方式不成立 还有所用诸法就是我所制作的对境 我就是制作者 然后我用心来制作 心制作的时候 出啊 戏啊 这些是我用心来制作的方式 但是所制作的对境 包括色法里面的制作 或者我听到的声音里面的 所谓制作的声音象等等 这个是从对境方面来讲的 那么这三种制作都是熄灭的 都是不可能成立的 宗喀巴大师和文法仁波切讲义里面 他这里颂词当中好像有可制作和制作者 然后制作的方式 然后所制作的 总共有制作 牵涉到四个问题 但是他在讲义里面讲的时候 制作者不成立 有一个教证 这个是用无恶的教证来抉择的 然后制作的行为不成立 制作的行为 然后所制作的对境 昨天我们前面讲的如梦 如扬言 如千大伯承 三个方面 用三个教证来进行说明 这样也可以的 所以他制作的方式基本上包括在制作本体当中也可以 或者是制作的行为当中也可以 或者他制作的对境当中 制作的方式可能不能包括在制作的对境当中吧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制作者 所制作 还制作的行为等等 这三者全部是熄灭相 只不过我们在没有观察的时候 确实是有 我就是制作者 然后这个柱子所制作的东西 然后我制作的时候 红色的柱子是常有的 红色的柱子是无常的 我去这样制作的时候 柱子制作的行为好像也是有 制作的方式好像是有的 可以这样说 我们在名言当中可以这样说 有些人把柱子制作为是常有的 有些把柱子唱 每天都是说柱子 柱子会不会有点累 他都好像有点讨厌我一样 那么多事物当中 为什么平平要我说柱子 我在这里面 自己有一个人物 一定要撑得起上面的量 这就是我的人物 为什么天天要踢我的门 但不管怎么样 柱子高兴还是不高兴 你已经站在我前面 其他人都作着的 我们这个名言当中 确实是存在我这个制作者 他所谓的柱子就是对境的 各种未成组成的柱子 我们制作的时候 当然有些人认为 对无常法学得好一点 尤其是看起修行门费学得好一点 哎 我们众生很可怜 看起来这个柱子是没有动摇 昨天的柱子 今天的柱子 实际上他一天比一天老了 这个柱子好可怜 他会不会有病 这样可能想 从来对修行法门不在乎的一些 尤其是刚来的一些居士 出家人 他认为柱子是顽固不变的 肯定是常有的 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不管是你颠倒的执着 还是非颠倒的执着 都是名言当中而已 在生意当中 执着者我也是不成立的 前面我们决在十八品的时候 所谓的我法不成立 已经讲完了 我去执着的这种行为 我们讲第一品的时候 也是作者和作用和所作作业 在三个角度来已经讲完了 再这样的话 所执着的对境也不存在的 能执着的我 或者我的心也不存在的 然后执着方式的作业 也是不成立的 如果我们成立 前面的作和作者是遗体 或者除了作者以外 作业存在的过失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过失 只不过我们人们认为是 常有的执着 无上的执着 空的执着 不空的执着 乐的执着 不乐的执着 等等有千差万别的 各种各样的分辨念 实际上真正用智慧的宝剪来继续剖析的话 所谓的执着也是根本得不到的 这个应该大家申请了一个定解 这个是我们觉着 执着不成立 执着不成立的话 有些汉地法师和藏地的大瑜伽士 都是经常说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什么都不能执着 什么都不能执着 但他的那种执着是不是这样 不要紧吃肉 吃肉 不执着 不执着 不要有分辨念 有分辨念就不好 就是一定要吃肉 但是一定要吃肉的分辨念 一边一直在起 一定要吃肉 不要有分辨念 不要有分辨念 不吃肉的分辨念不能有 吃肉的分辨念一定要有 但这里的执着和有点不同 这里真正是从以理来觉着的时候 执着的分辨念是不成立的 不管是吃肉还是不吃肉 所有的分辨念都不成立的话 这就是真正的执着 不然真正有功德的这些 不能有分辨念 没有功德的一定要有分辨念 有分辨念 没事 没事 不要有分辨念 下面讲第四个颂词刚才我们讲 执着者菩提切勒不成立 就是破执着者菩提切勒吧 这个中破菩提切勒和别破菩提切勒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中破 这个颂词 我想是那个 这个颂词 我们分到讲义里面来讲吧 这个可能不改也可以 我们翻到讲义里面 讲义 我看 他愿意如无有知法 言谢是颠倒 言真不颠倒 谁有如是诗 那这样来解释就可以 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不是执着已经破了吗 执着已经破的话 那怎么会有知识颠倒的 然后知识不颠倒的 谁会有这样呢 因为我们前面把一方面 所谓的颠倒和不颠倒 已经破完了 长和不长的方面破完了 然后执着也破完了 既然我们前面把执着也破完了 颠倒和不颠倒也破完了 颠倒和不颠倒 还有对境的颠倒和不颠倒 然后能经的执着和不执着 这个也破完了 那怎么会有颠倒和不颠倒具足者呢 他这里下面一定要表示出一种主人 他这里课盘当中也是重破菩提借乐 重破菩提借乐的话 对方一直认为什么呢 颠倒肯定是存在的 为什么呢 有些人具足颠倒性吧 比如说有些威武论 他们认为一切万法应该是常有的 他有颠倒的邪见 颠倒的邪见的话 那么这个颠倒的邪见是谁具足的呢 就是如何如何 什么什么人 他具足的 他今天都是抽烟 喝酒 大麻将 一切万法认为是常有的 前世今世言 什么都没有的 这样闭着眼睛 蒙蔽真理 有这样的这种人 千千万万吧 然后我们就觉得 他就是颠倒者 他具有颠倒者 这个人存在的话 那他的颠倒肯定存在吧 对方这样认为的 然后我们已经说了 所谓的颠倒者的天授 颠倒者的菩提借乐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颠倒的对境 常和不常也不成立的 然后执着 常和不常的执着也是不成立的 刚才我们已经破完了吧 如果这两个不存在 那么他自己的本体 怎么会成立呢 这是从对境和执着 从两个方面来 反而破什么呢 破我们主人家 主人不可能存在的 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破的话 可能好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颂词讲完了 下面在讲义上给大家念一遍 前面的课判 应该刚才我讲的 基本上是相同的 不用读了 一直指引是颠倒 认为每一刹那在毁灭的乌云为常有 认为本来痛苦的乌云 认为是快乐 本来我们名言当中的四种颠倒就是这样的 将不尽的身体制作为清净的 将不同人让我发的心的乌云 只为是我 这些乌云的无常 智慧 常有之类的这些执着 我们在名言当中 可称为是颠倒的 这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乌云本来自信而空 其中并不存在无常 既然如此 那么对恒上的执着 也认为颠倒 乌云以自信而存在 执着又怎么会存在呢 本来万法当中是无常不存在 无常不存在的话 反过来说 他的威品的乌云作为是常有的执着 也是怎么会在本体当中成立呢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同样的道理也可内推出 痛苦等也是不存在的结论 刚才我在颂词里面也是把颂词的推理方式都改了 就给你们讲了 由于外境痛苦等等是不成立 也可以推道出什么呢 痛苦诱境地颠倒并且虚妄的 这个也是虚妄的 因此外境的过法愚痴是根本不成立的 刚才外境的过法 我们认为是依靠颠倒而产生的愚痴 但现在应该通过龙猛菩萨的智慧宝尘来 什么逃出我们相续当中的所谓的无名 上师老人家非常非常的感激 龙猛菩萨也非常的感谢 今天早上我把我愚痴的心脏已经掏出来了 现在我没有愚痴了 全部是智慧光明的内脏 因此我这会儿吃早饭的时候 应该今天是多吃一点 现在因为我没有愚痴了 愚痴全部都已经效益发尽了 刚才不是讲了吗 无名就是解脱了 然后外境下面的外境有无相同 在其他的三种注释当中 宗喀巴大师说是两种注释当中 这个三种注释不知道是 可能我看一般是佛侯论师的 布达巴勒诸师和清遍论师的般若当注释 还有谁的 是不是无为论的注释 一般比较出名的印度三大注释 无为论和佛侯论和清遍论师的般若当 是不是这样 但这个我也是估计的不是非常可靠的 但宗喀巴大师两种注释里面 将此接颂解释为是这样的 如以无常之注无常非道 这里能按照悦乘论师的观点进行解释 悦乘论师在《现局论》当中下面就那样解释的 如果将无常之法所为常有 这样的执著就是颠倒 因为在空性当中不存在无常 所谓无常的执著又是怎么会 不是颠倒呢 必定是颠倒妄念 但这个解释的方法刚才我们说是非颠倒不成立 按宗喀巴大师的解释方法稍微有一点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刚才颠倒不成立那样 无常的非颠倒怎么会成立呢 但这个解释方法是不是有一点点差别 他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蒙佛仁波切 他这个应该蒙佛仁波切的愿化 因为诸法的思想自信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在空性当中任何常与无常不可能成立 所以无常的执著以及常有的执著二者 在是否符合诸法思想方面来讲没有任何差别 刚才我也引用了 对思想方面来讲常和无常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因此所谓的常有执著非颠倒的言论也是无法成立的 就是常有的执著并非颠倒的言论是无法成立 本来是无常的 好像无常的执著本来不是颠倒 这种说法是无法成立 这样说的话好一点 本来常有的执著在名言当中不是颠倒的 我再看看藏文吧 持偈颂的推道方式同样也是明示了对控制的破制法 刚才那个空性还有其他都可以 我认为个人没有也可以吧 下面讲执著不成立 讲这个问题 如果对方执著虽然颠倒不存在 但常有等等的执著 却可以单独存在 既然执著存在 执著者所执著的法 以及执著也是应该可以成立的 对方这样认为的 因为建立在常和无常等执著之上的 随取执著 执著的行为 执著者的菩提切勒人物 或者信望 以及所执著的色法等等 它这里有四个方面 其自信都是本来熄灭的 既然其自信无生 必等法又怎么可能存在呢 按照若无无常者 实则命颠倒 空中无有常 何处有常导 这个是刚才执著的方式不成立 我发由于我 世事中不成 无我出烦恼 有我业不成 这个是执著者 菩提切勒不成立的偈颂 色生相为处 极法体六种 皆空如阳梦 如千大波长等 这个是对境不成立 昨天我们也是对境不成立吧 所以执著的从三个方面来讲 执著者和执著的方式 执著的对境都不成立 偈颂以及因缘品的推导方式 因缘品里面作和作者不成立吧 就可以完全将把这些理论 博得一无是处 我由此可见作为执著者以及作者 还有作业善者的自信不存在 所以执著也是不会存在的 下面菩提切勒分两个方面 宗婆和逼婆 那么宗婆如果对方提出 颠倒者是存在的 因为具有颠倒的菩提切勒存在 如同具有颠倒的天授存在 天授他持的邪见非常严重的话 肯定存在的就是像天授一样的 天授是谁啊 下面的偈颂 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可能要大概盖一下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存在执著的颠倒和非颠倒 那么怎么会是 谁有颠倒和谁不具足颠倒 这两种情况都不合理 意思就是说 刚才那个不存在执著颠倒和不存在执著非颠倒 如果不存在执著颠倒和非颠倒 这两个不存在 那怎么会 谁有那个会颠倒呢 把这个持续稍微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如果和南无有这种格式破的话 可能好多一点 就今天讲到这里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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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